先出来 来 要命名 要了 要命名 要了 要命名 要了 老师的意见 因为刚才我们在前方播报的时候 已经聊过对整个系列赛 您说第一场至关重要 那第一场比赛 您觉得哪些关键点 因为二三二的比赛呢 确实对于这个组队的压力非常大的 他三次进攻都没能打进 哈德森直接突篮下 隔着俩人起来投 韩德军的篮板也是被封盖掉 韩德军的任务就非常的重 非常重 而且开局韩德军其实做得非常不错 在防守关 但是现在北京队是孙悦 开场之后投进了第一个球 对 马布里也差点出现一个失误 把球控制下来 孙悦第一角 在这位置上 郭艾伦去防守 身高上有差距 孙悦今天发挥真不错 非常的稳定 斩手团今天在反击这块 你看你只要 他的特点没有进攻特点 还是没发挥出来 马布里这一点的受阻 孙悦开始改突破了 你看他就是北京队 他今天其实有一个宗旨 就是要 现在辽宁队这边的打法 除了哈德森自己的一个进攻之外 更多的是杨明利用突破来造机会 来给其他队员制造突破分球之后的跟进投篮 直接给到篮下第一位 汤姆森这球脱手 又是一个反击 因为二打四 它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轻松 莫里斯一款机 今天反击得分 辽宁队是非常少 但是北京队收获比较大 第一位要到球 没有人上来加击 晃一下孙悦协防 看 这球孙悦有点软了 这球 辽宁队有一个考验 又是在篮板球上 刚才韩德森帮助辽宁队拿下了 打扮以上的篮板 大家看这个球 单级已经看满了 需要达球了 你如果不通过 见过太多 他带着四次五次犯规 打第四节了 郭艾伦防马布里 孙悦的三分 五分到外线之后 孙悦三分命中了 今年孙悦的 真的是他在后半段的比赛 在外线的稳定性 哈德森来防孙悦这 他那就是没有跟着张松涛往外出 因为张松涛没有外线的投篮能力 哇 孙悦的今天呢 跟着投进了几个非常 关键的三分球 关键重要的三分啊 还有五秒钟再分出来 孙悦得出手了 中央苏 压哨的三分啊 孙悦的大心脏 这球可真是对辖宁队的气势 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刚刚形成了这个 就是 他的四男方里跟绕前 三分之二的绕前 这球突进来孙悦 好球 就对场上的阵容的判断 就是防守阵型的判断 孙悦 又是一个压哨的三分 他今天有可能目测是五三分 今天这场球 其实最关键的两个球员 在前面就是志愿熙和孙悦 每当刀的比例 那是说明这个点的收获 是个关键 又来一个 哇 头疯了呀 真有啊 孙悦今天真是头疯了 这会心态也放松了 情绪也稳定 所以就是随便投了 最终北京队是103比84 在第一场比赛当中 应该说前三节半都打得非常胶着的情况下 仅仅用了三四分钟的时间 获得了这样一场胜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